五动前宫动画里让我难忘的女性角色并不算多 除了和主人公关系匪浅的林青竹和林青谭两位妹子 大概也就第二季动画里的林家姐姐林可儿比较让我难忘了 其他虽然有不少女性角色 但说实话能记住的少 毕竟故事是以男主角林洞的视角进行的 女性相对来说戏份不多 不过五动前宫第三季动画这种情况会有所改变 将会有三位女性角色登场 一个青春一个萝莉 一看就是个坏女人 虽然在整个五动前宫的故事里 她们戏份不算多 但是在这一季里肯定不会少 咱们先说坏女人吧 之前官方建模公开的时候 我就感觉这妹子挺有特色的 身上的穿着打扮 明珠特色很浓郁 那双眼睛感觉很勾人 但是总感觉这妹子眼神有毒 脸上的笑容有点皮笑若不笑的感觉 反正就觉得吧 这妹子要说颜值 身材那肯定是有的 但是为人实在是让人有点害怕 那本身这角色定位也是坏女人那种 还和铃铛天有着一定的关系 很可能成为灵洞在第三季故事里的最大阻碍 还好啊 除了这个阻碍 灵洞还是有自己的帮手和助力的 其中之一就是姜雪妹子 这妹子啊 其实一开始是受了灵洞的恩的 灵洞在大慌历练的时候 帮助了阴之五管的姜雪妹子 从而成为了朋友 看姜雪妹子那是一身阴气 不好红装好武装的样子 算得上是一位值得信赖的好姑娘 其实啊 咱们看灵洞 这小伙脉相不错 人也善良 这孤狼寡吕刚才烈火的 可惜啊 人灵洞对灵洞主义心一意 自然啊 也是只有当朋友了 这姜雪妹子还有个妹妹 是个可爱的小萝莉 小姑娘看起来天真浪漫的 好可爱啊 虽然在我心中 还是不及灵洞谈妹子的美 但是也挺萌萌哒 这妹子里边看着小哦 实际上实力还在姐姐之上 其实呢 本身是生死祖父的掌控者 原本是超级大能 但是啊 因为受了重伤 轮回转世 到这一世啊 成为了姜雪的妹妹 后来呢 记忆会慢慢恢复 后面的故事里啊 无论是坏女人 还是姜雪都没啥戏份 这个大妹子 倒是还有登场机会 朋友们 倒是可以期待一波 动画里她如何表现